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揭牌仪式8号在香港举行 宣告驻香港国家安全公署正式成立并运行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昨天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欢迎驻港国安公署正式挂牌成立 这体现出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与信任 更加有信心实现香港的和平与稳定 郑若华表示 香港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和实施 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香港特区国安委和驻港国安公署 都体现出国家对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的坚定决心 对此他表示欢迎和支持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盾 很重要的因为他会跟我们香港的 那个相关的工作有卸调 也指导监督还有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意见 这一些对我们香港来处理国家安全的工作 都是有很大的意义也有很大的帮助 郑若华表示香港特区国安委成立后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在检控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方面 将起到关键作用 现在法律已经定立好了 我们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救 已经把一个专门处理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检控科已经成立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 尽快地把相关的工作做好 也会跟执法部门做好联络 希望能够把法律操作好 落地实施到位 郑若华表示 自己作为香港特区国安委的成员 责任重大 一定要尽自己所能 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职责 我是非常荣幸 而且真的是非常高兴 因为能够参与这一个 维护国家安全的事情 是每一个国民的荣幸 而且我觉得可以我利用我的法律的知识 可以帮助回复国家安全的法律的制度 还有它的实施 更重要的是能够回复我们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将我最大的力量 能够把国家安全这一个事情做好 做好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一个 基本的责任 很献计的责任